哈喽大家,万年一更的我回来利奥 blah blah今天又来盘点超尴尬的时刻 小时候的奇妙行为聊 一,尴尬时刻 有一次我在我家旁边看到个垃圾袋 在马路上飞啊飞的 就不知道我哪一根筋不对 以为它是一条黑狗 我就在马路上玩那条黑狗 我爸出来了 他说我是神经病吗 二,小时候的奇妙行为 晚上睡不住的时候就拿着被子当史莱姆 到现在我还会 二,把开灯钮移到中间 不是每次把开灯钮用到中间 灯光就会一闪一闪的吗 好了,林北想不到我做的事了 林北很乖的鸟 想要我更的破一万个赞 还有前天羽毛球台湾赢中国得金牌辣台湾之光 那就败了个败